在这33床天域外混沌中遨游了那么久 终于让我看到震水兽了 玉帝 你等着 我马上就能把你复活了 前辈 晚辈斗胆求取三升化水一份 区区一个准胜 降临一声前辈针拿自己当回事了 以你现在的状况我觉得你还是客气颜好 之前我还没看出来 你身边这个魔鬼尽量是准生虚伪 这就是你胆敢冒犯我的底气吗 现在能商量一下了吗 三升化水可以给你 但得拿东西来换 说说看 你要什么东西 我想要一种叫做三杨花的灵财 那还是打一架吧 魔魁上 听清楚 你说吧 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可以把我身上灵财都给你 你要明白 这件事不在于你要什么 而是我有什么 看来这小子是看出来我不擅长战斗的 所以才准胎嚣张 罢了 嚣张 这是你要的三种化水 这些灵财你若都看得上 便全拿去 世皇 镇元子前辈前来拜访 镇元子 传说中的地先之祖 镇元子前辈之前指点过我 若不是他 我也不会如此顺利地和重光会合 既然是故人 玄德你亲自把人请进来吧 皇帝城真乃福泽之地 准圣举圣神的气息竟如此之多 年代刀护卫都是圣人巅峰修为 不知道镇元子道兄前来我皇帝城所为何事 皇帝城除掉邪神 对洪荒众生灵可谓是有大恩大德 本座今天来是为了献礼人身果 并建议皇帝城举办庆功大宴 邀请洪荒万仙共同庆贺 朕也正有此意 朕元子道友 这段时间就住在皇帝城 与我等一同论道 等待宴会开始如何 那这段时间就叨扰了 邪神已经被铲除了 现在已经没人给我们送物资了 我们必须要想一个赚零财的办法 现在有好多皇帝都前往皇帝城了 我们要不要也去啊 去皇帝城干嘛 你看看我们现在多逍遥自在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可是 其实是皇他们人也挺好的 你若是觉得他们好 那你就自己去皇帝城吧 我不是这个意思 之前是你把我从妖兽的口中救下来的 当时我们就说好了 有福同乡有难同当 我岂能自己去皇帝城 那还说什么 对了 我最近发现了一个好地方 收拾一下我们过去看看 争戈烟会也结束了 接下来我们该如何 如今洪荒已安定 是时候考虑一下那混沌的事情了 真格 你的意思是 既然知道了这方世界如此的浩瀚 我们若是不能亲身感受 岂不是十分遗憾 可惜我现在才大罗金仙 远远低于前往那混沌的要求 不急 邪神已除 你们只需按部就班的修炼 迟早也能修炼到圣人巅峰之境 如今满足前往那混沌的 好像也只有你和流车诸后聪往往私人 若是你们都去的话 对皇帝城发展不利啊 这一点朕也已经考虑过了 那混沌具体是什么情况 我们现在也不清楚 所以朕打算先让王莽和诸后聪过去探查情况 朕与你们则留守皇帝城 如此我觉得可行 既然你也觉得没问题 那你去把王莽和诸后聪叫过来 朕就开门见山了 关于那混沌 朕想让你良先去 你们觉得如何 哦 去那混沌吗 我没意见 我也没意见 正好这段时间 喜和一直想让我去那混沌 悠喝 王莽你这是看伤人家喜和啊 王莽之前那是死鸭子嘴硬啊 既然你们都同意 那这件事就这样定了 三个月后你们就动身 前往那混沌吧 此行路途遥远 你们要多加小心 咱老朱总算飞回来了 邪神你大爷呢 你给咱等着 说吧 朱元璋变有神识感知着 邪神与皇帝成了气息 然而在神识的探知下 如石沉大海 这一刻 他猛逼了 卧槽 这 这是怎么回事 竟然感知不到邪神与始皇他们的气息 还有 这洪荒啥时候有这么大了 为什么 我感觉好像忘记了什么 总感觉身体缺失了一块 算了 先不管这些了 我还是先去灵山宝库吧 按照我脑袋里面的旨意 把这东西丢进灵山宝库就行了 果然如我所料 从污染本源中重生后 洪荒就和邪神一样拥有掌控怨气的力量 陈霸仙 你这次做得很好 你是何人 你认识我吗 你不记得我了 童又看着一脸茫然的陈霸仙 有些皱眉 半想后才回过神来 看来你这是很久没吃到 我给你的丹药 神志被空魂鼓冲昏了头脑了 说想看你就能想起来我是谁来了 我给你帮你帮你帮我